要介紹Gene的題庫上傳系統 這是一個結果 最後上傳結果就是你可以看題式 題目看題式 這是可以輸入 進入到下一題 這個是一個核內塔的問題 所以這邊就是 有前中題也有選擇題 整個製作的過程 整個製作的過程就是利用PERSIS 所以這是PERSIS 可以輸入題目 然後這裡可以製作選項 目前可能出現的有選擇題 跟填充題兩種 這邊是輸入提示的部分 這個PERSIS 其實最後我們存的時候 都會存成一個JSON檔 我們會把這個JSON檔 複製到一個CSV檔裡面 像這是一個比較單純的 填充題的JSON檔 我們把這個JSON檔會複製到一個 內部裡面有一個CSV檔 這邊主要是讓它整理 輸入一些相關的資訊 例如說這個難度是怎樣 那相關的影片 它是屬於哪個主題 把這個CSV檔下載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後台 然後上傳這個題庫式練習 上傳之後 這是一個上傳的頁面 就是只要選擇這邊CSV檔 上傳就可以了 上傳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看到一些之前上傳的題目 我們適當的 把一些東西加入這個知識點 它就可以在星空圖上面出現 最後就可以來進行測試 這是這邊的一個流程 好 那等一下還會有一些相關的 就是說我們可能會介紹一個 這個圖片上傳軟體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線上Latec 然後了解一些 基本的Latec指令 可以